大家好我是旭哥渦可安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個是龍與少女的交響曲 那旭哥今天來分享一下這個手遊的攻略 還沒訂閱頻道記得訂閱頻道的手遊關於旭哥手遊攻略喔 禮包碼、禮品碼、對話碼、遊戲的虛寶序號還有攻略以及初體驗 那之前有分享過禮包碼嘛 那今天來分享一下這個遊戲的T0神角 順便分享一個小技巧 這個畫面呢你可以去設定這個看板樑嘛 然後你之後看板樑一直按他的人就是按他的胸部啊 他這個濕鏡屋會提升啊 愛心會提升大家看那個畫面上放一個愛心有沒有 按到最後他會滿啊 我覺得這個這個呃技巧還蠻有趣的 可以切換一下 好像不是每一次都有 看一下 要看人是不是 這個是我的我在一幅 那這個左邊這個你可以切換那個看板樑 你就可以去設定這樣 去設定看板樑 看你喜歡哪一個看板樑 比如說我要這個這一隻 然後就會 然後就會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有些會有那個愛心 這個為什麼沒有 剛剛那個有 好那不重要 這個小技巧玩一下就好 那旭哥在這個二幅呢 有這個角色就是有抽到就是很強的角色 所以我們來切換一下 之前有分享過嗎 我們切換一下 這隻角色的叫做理查 這個就是 理查儀式就是那個英國的私心王 那這隻角色呢算是這個遊戲的踢靈神 他在轉蛋其實是蠻難抽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你在普通的招募呢 這個機率來講 抽到這個光暗的角色的機率只有0.15%而已 那你在0.15%這四隻呢 你要再去歪到理查的話 再除以4 所以機率是非常低的 所以旭哥後來才發現原來旭哥超級歐瓦 竟然抽到這一隻 理查算是很強勢的角色 我們來講一下為什麼他很強勢 那這一隻的第一招技能呢 衝鋒號令呢 他會就是進行一排 就是三段的攻擊 那這套蠻好用的 等一下我會實測給大家看 然後他就是每燈會造成48%的誤傷 然後還會就是buff 就是全隊的15%攻擊力 電動版的話就是會有100%的誤傷 再加25%的攻擊力 就是buff 所以是很強勢的 等一下會實測給大家看 然後再來這個光速斬呢 就是他會進行10次的斬擊 然後會隨機造成一個目標50%的誤傷 每次攻擊的時候 然後產生暴擊的話 就是我方存活有軍呢 回復這個私心王 查理理查的那個攻擊力30%的生命 然後這個 顛到三級的話是100% 所以等於說100% 然後就是打14這樣 很猛啊 14 然後再來這個重心拱躍呢 就是他可以 每存活一名就是隊友有沒有 就是叫獵人 他可以提升5%的最終減傷 那只要練到滿的話是7% 那等於說你五個都存活的話就可以 減傷35% 而且不可以被驅傷 這效果是不能被驅傷的 這個超猛的 所以這隻角色是基本上是T0神角 這隻角色在 日本的Wikiwa 他也是把他評價是SS 然後他是把他列在最上面 應該是評分算是前幾高的 甚至可能是最高的這樣 這個理查 所以大家就是 可以來努力抽這隻 其實那時候抽也沒有特別注意 那時候只是想要分享這個切換伺服器 沒有人就抽到這一隻 這隻算T0神角 超強勢 好再來 人類最強啊 真的是最強 好 這個 他就是有自身3.5%的暴擊提升 還有3.5%的閃避 練到滿的話呢 他可以就是暴擊6% 然後閃避6% 等於是說 你可以把他擺在前排 前排他也可以就是有閃避這樣 有閃避有暴擊 大家有想到嗎 魔獸三國的真姬有沒有看過 就是那種感覺啊 可以閃可以爆啊 就是那種感覺 再裝個月下美人就更猛了 大家以前不知道有沒有在玩魔獸三國 好 這隻是旭哥滿推的 再來之前呢 其實有一隻T0神角的旭哥好像沒有特別提 我看一下 這隻這裡不知道抽不抽得到 這也抽得到嗎 好 就這個黃鐘 黃鐘呢 算是這個遊戲就是前期滿好用的角色 然後他是這個風屬性的 他還是T0神角 算是單體很強勢的角色 我們講一下好了 第一個呢就是他有這個 對目標射擊呢 然後隨機造成就是30%的誤傷 這樣一個目標 然後練到滿的話是50% 三次這樣 然後他假如產生兩次暴擊 我還可以再額外再觸發一次這樣 就變成打4次這樣 好那第二招 極限連射呢就是他會連射5次這樣 然後每一次會造成48%的誤傷 也是隨機的這樣 那也是一樣 就是暴擊兩次的話 會額外再觸發一次 所以他對單體的 比如說像那個BOSS那種會特別好用 那這個 練到滿的話是80% 80%的話就打5次嘛 然後有可能還會再發 再多打一次變6次這樣 好 一夜六次郎就是黃中 有沒有 老當益壯 好再來 這個 隨機應變 普攻的時候他有50%使用這個專注射擊 就是前面這個招式這樣 那他假如練到滿的話是90% 幾乎就是必定會發動 再來這個專注力LV3 這個 黃中呢他有著超人的專注力 提升自己的15%攻擊還有3%暴擊 真的很像在以前在玩那個 魔獸三國有沒有 這個技能組很像魔獸三國技能 然後這個 練到滿的話是25%的攻擊力提升 還有暴擊提升5% 那只是他沒有用個馬帶出來 好不好 那這個是T0神角 那還有一隻呢 俱哥也是覺得蠻推的 就是這個大橋很小橋 那這個呢也是蠻難抽的 因為他是0.15%裡面的四隻去抽出來 其實觀看角呢 基本上都蠻好抽 蠻建議抽的 那因為旭哥已經有抽到這個理查 所以當然 大家這個大小橋是最好的 因為他光屬的話還有加成這樣 組隊會有加成 那這次講一下好了 這個百發百中呢 就是他可以增加幾方攻擊最高的 就是不少 對不對 一來一往 就是一個加60一個減60這樣 再來 月光圓舞曲呢 就是他們兩個會跳舞啊 喔這個圖很香欸 俱哥覺得這個圖蠻值得抽的 抽一支等於賺兩支回來啊 一次送兩個妹子 這個很讚 難怪大家都想要抽這一支 這個機率很難抽啊 好那就是他可以增加我方所有的 練到滿的話是20的速度 然後20%的最終傷害還有20%的最終減傷 所以就直接BUFF傷害值 然後BUFF速度還BUFF減傷 這個超猛 好不好這一支最強的輔助腳 應該就是 算是大小橋吧 好 再來 奇心協力 就是 他可以就是 一次攻擊目標 然後每次造成96%的魔法傷害 普攻的時候 那假如練到滿的話是160% 普攻的話 用普攻 再來這個姊妹花 他們在一起的話 就沒有害怕的事物 所以他可以提升 練到滿的話是30%的生命值 還有堅韌提升5% 那這支主要是偏輔助為主的 就是你可以把它擺在後排 然後前面擺一些強勢的坦 還有就是像理查 基本上這支應該是要搭配理查 這個啦 理查一次 施性王理查 這個因為他們剛好是光鼠 所以今天推薦三支替靈神 那我們來實測一下 因為俊哥有抽到 我們就來玩給大家看 我把它擺在前排 我看什麼換陣型 好就這樣 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你會看到理查的話 他剛開始 有沒有他那個那招 他就直接衝過去馬 他是打一整排 然後他剛開始的話會有一個最終減傷 我們再玩其他關給大家看一下 他是一次衝一整排的 所以他前面那一排會被他衝到 衝一整排有沒有 這個而且殺傷力非常強大 所以這次覺得 我覺得是T0神角 就是蠻推薦大家抽的 就是蠻推薦大家抽的 再打一關給大家看 有這個T0神角的理查一次 那你假如就是像是黃鐘啊 大小小的 那為什麼就是說要光鼠的最好抽 就是有理查的話 也大小小一起抽 因為你在這邊 左上角的點價 你會發現這個元素克自己加成的話 你假如是這個光鼠的話 你有兩隻的話 他會加成10% 再加生命10% 最終簡單加6% 而且光鼠和暗鼠很有趣 他只要一隻就有加成 因為他們特別難抽的關係 所以他們只要有一隻就有加成 所以看得到我這邊有三個這個 風鼠的再加一個光鼠了 所以我加成是 左下角會顯示加15%的攻擊 加15%的生命還有加3%的這個 最終減傷 最終減傷只有光暗鼠才有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光暗鼠是特別強勢的 所以基本上這個遊戲 玩到後期的話 應該都是以光暗鼠 就是最強勢 因為有最終減傷 比如說你把五個光鼠的話 你最終減傷是直接加15% 就很猛啊 然後攻擊30% 然後生命30% 基本上是非常強勢 那其他一般那個4個屬性的話 水火啊 然後 風土的話 這4個是 你擺五個大概20% 20% 但是你沒有最終減傷 就差滿多了 暗鼠也是 所以基本上 後期最強勢的話應該是光暗鼠 就是你只要練到滿 但是光暗鼠因為很難抽 所以就是 欸怎麼講 你要抽到 抽到五隻的話 然後又要把他練上去 其實機率不高啊 所以一般 前期都會玩風鼠 就是因為風鼠比較好抽 再加上你前期都會送那個 莎士比亞 什麼那些 角色是比較好練的 所以就是 前期才會比較推這個風鼠 這個很晃 各位你看這個 他超晃的 這個 這個妹子 這個應該是海倫吧 今天就是這樣玩到這邊啦 就是玩一下海倫 最後在這邊點一下海倫 給大家福利一下 好 那我們下一見